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 宋的遗骨讲究一理是反思批判的时代 坚持了迅骨要为一理服务的方向 到了清代 国力尚可 特殊的历史环境即使迅骨空前发达 也让它逐渐脱离了初始的功能 我就要说共兴川 王朝盛大 强盛 迅骨就发达 因为 它是靠着迅骨解读经书 解读历代的文献 取习精华 作为凝聚 全社会的一种戾气 人心凝聚了 安定了 自然生产发达 人民生活富裕 宋代国力不行了 宋代一出生就是一个不强大的王朝 那么同时文化的规律 当你达到鼎盛的时候就要下滑了 就需要一种 以前我讲 讲的时候所讲的 一种意志文化 来刺激 吸收新的东西 才能再上造一高峰 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向上 广泛吸收 意志文化 那就下滑 宋代 宋代在成隋唐之后 唐以后是五代 明我们不说的 那是一个开始封闭文化停滞的时代 虽然在有些品种上 文化品种上发达了 总体是不行的 没有 这个文化发达不发达 关键是要创造思想 到了清代 为什么我说国力尚可呢 我在我嘴里反正我从来不说 康乾盛世 康乾什么盛世 明朝再不好 当时他的GDP占全世界的40% 到了乾隆时期占33% 已经下降了 所以应该说对着唐说 应该说尚可 这一点呢 我也想说 跟同学们说 我们的 这个 常说我们国家 鸡拼鸡坐 被人打 打破了国门 成了半殖民地 这话要分析 其实 1840年的时候 我们还不是鸡拼鸡 当时的我们GDP占全世界的26% 美国现在是占25% 我们1840年是占26% 那怎么让人打败 腐败 文化没有前进 没有工业 你不想想我们每年赔几万万两银子 那不是单纯银 银定往那边拉 是跟我们还债一样 是拿粮食 拿这个茶叶 拿私之品 拿瓷器去换 去去抵债 庚子赔款 办法联军之后 庚子赔款 那赔款数额是一年的总产值 这下几次就把我们掏空了 我跟同学们说过没有 圆明园 由他建成志起 就命理注定要让人受 怎么呢 是世界上最好的花园 人类历史上 在当时也是最伟大的花园 外国使者来了 在圆明园朝着 最后一个闲锋 回去这一描述 德皇为了理事 就大主意了 他要成世界第一王 他的花园非常好 人家一说到了圆明园 你那算什么呀 那就是中国那个 怎么能不能 所以烧圆明园 是德国的同帅 下令 一定要是能搬走的全国搬走 不能搬走全国打烂 打不烂给我烧 一定让他在地球上消灭 我们 这个德皇 那华人才是世界第一 这是 这是 噱头啊 查科打问 咱们话还是说回来 国立上 特殊的历史环境 这个说起来复杂 要客观的评价 清单的历史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 统治多数民族 在清王史 一直所担心的 就是汉族人造反 因此 他要求皇室汉化 用汉文化 高举汉文化的旗 让汉人当中的诗人 读书人 全迅速 拿着 胡萝卜 让你客举 给你观作 有点像美国的黑人的台 但同时 绝对不去犯弃 有的是人 在笔记上的 不是证实 南方吧 到了这个 梅雨天一过 要晒书 在院子里 把自己都现装书 容易沾上 晒书 一阵风来 这书页就 乱了 没事就酸了 要写诗 其中两句 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诗 嗯 清 就不骂我们吗 说我们 女真人不识字 也来 不是写文 杀 灭酒族 门自欲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 所以钱家 就考证一字一句 很好 不涉及 这书 说的是什么 一说就麻烦了 古代人 分遗迪 中原文化 和遗迪文化 华夷之 之意 华夏 与遗迪之意 那坏了 他从关外来 那就是遗迪了 这不行 所以不能谈经义 不能谈遗迪 当然我这只说的一部分 很复杂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 就让迅古空前发达了 这一发达也就逐渐脱离了初始的功能 初始功能什么 直指文化之根 所以皮西瑞说 论宋 原明三朝 知经学 原不及宋 明又不及原 故经学 知明 为急衰时代 明王朝在衰落 百足之冲 死而不僵 表面轰轰烈烈烈 内壤全上来了 风流梦的话 那么 他作为清末的人 皮西瑞 要歌颂国朝 本朝 到清代 是 又复兴 又强势 又是 胜了 但是 昨天我引用了 那么 清代的学者 他概括了 给经学做的贡献 就是经教刊 明小学 等等 没谈一礼 这皮西瑞会做文章 非常会做文章 他又说 宋儒学 有根底 故 随波弃古异 有能自成一家 若原人 则诸守宋儒之书 而于著书 所谓著书 就是汉唐 汉人做著 随唐 南美朝随唐人做书 所得甚起 是 原不及宋 名人又诸守 原认之书 于宋儒 一手研究 是名 又不及原意 十九世纪 国门被打开 包括 经学 在内的传统文化 整体受到质疑 批判 国力 衰败至极 迅骨 也同样受到 极大摧残 在座的所有的同学 跟年轻的老师 你们都是幸运的 10至2008年 10月10号 我可以在这里 大奖 迅武学的重要 当年 我1959年 留校任教的时候 当时笼罩在我们头上的 说迅武学是 暴残首缺 讲迅武学的 这些前辈老师 都是 一老一少 封建的一面 几乎都成了 老牌的一模 到文革开始的时候 文革结束的时候 全国 一千多所大学 九百多所有中文系的学校 没有一所学校 讲迅武学 所以今天我们复兴 中华文化困难 难就难在没人 难就难在培养人的人也没了 但是我又有信心 就是我所说的 现在国力逐渐强盛 人们开始要回归 在祖宗的怀里 找到我们丢弃的宝贝 所以随着国力的进行 迅武学一定会发展 社会价值体系 急需建立 新时期文化价值 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土壤 所以传统文化受到关注 迅武学必将逐渐 我特别用红色标出来 别想一口吃个胖子 逐渐再次受到重视 但是 由衰复胜 非一朝可治 由近复古 非一处可治 基是接近的 所以我在人民大学 儒学院开院的典礼上说 后来北京日报登了 改革日报也登了 新华文展也转载 我说中华文化的复兴 要一百年级 真正谈到我们复兴了 一百年后 这个需要几代人 好 现在我们讲 这个迅武学与文化的第四个问题 就迅武学维持文化传承 虚与不可离的重要工具 这其实呢 我从昨天到今天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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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说的 全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只有一个标题 我就不再不再展开了 如果大家听了这个课 不管是搞 汉语言文字的 还是不是搞汉语言文字的 你就记住 文化传承 虚与不可离 迅武 我想 我就非常满意了 现在讲第四个问题 迅武学与权势学 什么叫权势学 权势学和迅武学有什么不同 我第一个要想讲这个 权势学 这个词首次出现于1654年 权势学原本属于语文学 是研究对文献进行解释的 规则的选择 这里要说明 虽然类似于我们迅武学 但是由于西方 他们的经典是 神起 神的启示 他们最初的全是学 就是解圣经 说他们的全是学 是圣经学的附庸 一点不远吗 因为他除了圣经 没别的 到二十世纪 逐渐演练成一种 哲学的理论 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因此你找书 或者你输入关键词词 搜寻资料 他西方的 权势学 这是我们翻译的了 不在语言学范围里 是在哲学范围里 权势学的大师 蒂尔泰说过 产式 就在于对残留于著作中的 人类此在的解释 这种艺术是语文学的基础 而关于这一艺术的科学 就是权势学 此在 昨天我也用了这个词 是个哲学术 还真不好用什么相对应词语去 再解释的 你说存在 他有个词 限定了时间与地点 也可以说是 此时此地 或者某时某地的存在 成为此在 比尔泰的意思是 产式这种活动 就在于对残留在文献中的人类的存在 进行解释 这话的意思是 产式 不是产式 我说的是原始产式学 不是解释一字一句 是要解释一字一句 背后的那个人的存 那个人 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 盖国说 权势学 就是语文学和哲学的文学 比之于 迅古学 多了几分历史的 哲学的思考 而这正是 迅古学所缺乏的 那么他们怎么进行思考 传统的全史学 主张文献 只能有一种真正的解释 而进入了哲学的全史学 依据哲学的思考认为 同一个文献 允许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他的全史学 是圣经学的父母 对于神起的东西 是不许说三道四的 不许有不同意见的 这是中世纪的 刚才我说了 这个词首先出现于1654年 文艺复兴 运良的文艺复兴 思想开始解放 就对同一部经典 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打破了教会 教皇的 一元统治 我们这个感受不深 要知道中世纪 你对圣经做另外一种解释 和教皇都不一样 和主教都不一样 最后是要绑在柱子上烧死 所以当传统的全世界提出来 一种文献可以有不同解释 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从这点来说 中国在学术文要 他们民主早不多 政监可以跟毛传不同 有毛传 还有鲁诗 还有寒诗 诗经 包括代声代德 解释礼经 都可以有大代理 小代理 我们这个 自古以来的学术的自由是 恐怕还是战国的时候 百家争民啊 的遗产 他们的原来不行 到17世纪 这才可以多元解释 这是我所说的多元 谢谢大家 这边又来说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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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